你要思考 我为什么要上山 我为什么要来金巴勒 耶稣为什么带着门徒也上山 我师父熊教授也带着我上山修炼 那么我现在也特别重视 带着大家上山修炼 因为在这个山中有抚养粒子 有天地的阳性极强的能量 那么天地能量 是我们人体能量的母亲和父亲 叫天父叫地母 人的能量来自天父地母的给月 和无常的赐月 中国古代所说的 是天子一致于书人 一是以修身为本 我们身作为一个器皿 你如果不修这个身 那么你是不可能真正成佛 成菩萨的 老子有句话叫道法自然 你是否已经把自己燃烧起来 炉中不断千年火 心中常燃万年的火 心境长玄西天月 那么这是所有修炼的根基 守信地去使用 祖师大德门流传至今的技术方法 使自己的肉身重新还原成无量光 这是我们修炼的最核心的机密 一闲着就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自己的月轮映现出来 在这个静明月轮里面 观世界 观事物 做事情 处理事情 然后自己就不会堕入无名 而在大名中看到事实的真相 好 好 好 全都 好 上世闻道 仅能修之 中世闻道 若记什么 若礼 下世闻道什么 大笑之 你们是什么人 这次的场性的安排 就是给大家练了五个丹田 一个是头顶的顶丹 顶丹这个就是我们在山上练的 一个是颅脑枪的丹 是在水坝那里练的 一个是胸枪的 是在露营区练的 一个是下腹枪的 那么刚才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带着大家来到正丹田 也就是黄亭来练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整个的这一次在时空安排的就圆满了 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在三要素 是你自己的这个心中的佛种 道种 上帝之种 开花借果 是你自己的 开自己的花借自己的果